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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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要來進行的是 我們的第十個單元 這是傳統語詞邏輯的部分 它其實相較於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學習到的部分 都是所謂的命題邏輯 或者叫語句邏輯 換言之我們在這之前的推論單位 都是用語句或者是命題作為單位 就是一句話 一句話作為單位 所以各位如果回憶一下你在第三單元 學到的命題邏輯語言 你就會發現 我們的這個推論單位其實就是 一個一個的語句 當時我們把它叫做 命題符號或者叫語句符號 那為什麼需要傳統語詞邏輯呢 其實我們可以很簡單的來看 傳統語詞邏輯的起源是來自於哪裡呢 它其實是來自於亞里斯多的工具論 亞里斯多可以說是一手建立的 語詞邏輯的推論 如果翻譯成我們今天的語言 當時它的想法是 我們在做推論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一個一個的範疇 按照我們今天的語言來講 它就是一個一個的集合 我們其實在談論集合跟集合的關係 那在當時它就講說 那個是一個一個的範疇 它當時講的是category 它用的語詞是這樣的意思 當然因為在它那個時代 當然沒有集合這個名稱 集合這個名稱是我們在當代才有的嘛 所以呢 你如果要對照的話 你就大致上這樣想像就可以 你就把它那個 範疇這個東西呢 想像成我們今天的這個集合 雖然它裡面根據今天的集合論 會有一些問題 它當然不會 那麼matched 它就是等同的意思 因為我猜如果學過集合論的同學都知道 其實我們有一些集合呢 是很難說它到底是不是一個集合 譬如說 由不屬於自己的元素的集合所形成的集合 那這個集合本身是不是在這個集合裡面 這個我們就很困擾 ok 所以 事實上這個 在集合論裡面它有很多這個 也會有很多paradox 的東西出現 所以呢 在集合論裡面我們會給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class 叫做lay 對吧 我猜如果是學過集合論的同學應該知道 這兩個其實是有差別的 不過在亞里斯洛的那個 時代 當然因為它是在古希臘時代 所以它就很 roughly 去想像 這樣的一個一個的這個範疇 那它說一個推論 一個 deduction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是從某些 你已經預設的東西 然後呢 去推出一些 跟這個原來的句子 不同的句子的結果 ok 而且呢 當前面這個前提成立的時候呢 結論呢必然會成立 那這段話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既然是這個意思的話呢 我們就要講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都會說 蘇我所有人都會死 對不對 那蘇格拉底是人 所以蘇格拉底就會死 對吧 這個是我們大家都 很常聽到的一個推論 也就是說 當這個 我們來想像一下就是這個 蘇格拉底 是人 跟所有人都會死 這兩句話 當然跟蘇格拉底會死 是不同的話 對不對 這三句話都不一樣 這就是他講的這個 另外一個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ose supporters 就是說 從他的那個 預設裡面推出來結果 但是跟他的預設不一樣的句子 好 可是呢 他會不會得到這個必來結論呢 會 它是 necessity 它這個 necessity 是 layer being so 一定會是這樣子 那麼接下來我們開始來談談這個 亞里斯多的想法 亞里斯多的想法大致上是這樣 好 我們在這個 他的句型裡面 亞里斯多的想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他說呢 我們其實在每次談這個句子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既然談的是一個範疇 就是一個集合 或者是這個語詞的關係 我們要的是一個一個語詞 所以各位就想想看 什麼是語詞呢 比如說各位可以想像 人是一個語詞 好 所以人這個語詞呢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人的集合 對不對 然後裡面都是人 動物也是一個語詞 所以你可以想像 欸 動物也是一個集合 然後裡面 有很多動物 好 那老虎也是一個語詞 所以這個 你可以想像老虎呢 就是一個集合對不對 裡面都是屬於老虎的東西 都會在裡面 好 所以 它認為這個語詞的關係 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評論 我們可以去判斷 這個到底這個語詞之間 有什麼樣的關係 好 那它首先呢 發現三段論呢 它的語句結構呢 是以下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有兩個語詞 分別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各式各樣的語詞之外 在最前面其實是要加上量詞 那量詞呢 基本上就是談數量的語詞 那既然是談數量的話 各位不妨想想看 我們有什麼樣的數量的語詞呢 好 比如說 全部 對吧 全部 假設我在這裡跟同學們說 全部的同學注意 這時候呢 可能所有的人都會張大眼睛看著我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你們知道我講這句話意思就是這樣 所有的 全部的 任何一個 這個同學的都要看著我 所以你們會把它理解成這個意思 好 那還有什麼樣的這個詞 也是這個數量的成績 比如說大部分 好 各位想想看喔 如果我在這個班上跟大家說 大部分的同學看著我 好 這時候你就會遲疑 欸 到底我要不要看著老師 因為 這個老師既然說 大部分人看著我 那到底這個大部分有沒有包括我在內呢 不曉得 對不對 那甚至呢如果我讓同學來決定的話 各位也會知道 這個大部分其實大家決定可能不一樣 對不對 有些人搞不好會覺得 大部分的意思就是這個百分之九十以上 有些人覺得大部分可能百分之八十以上 有些人搞不好覺得 這個大部分只是百分之七十以上 等等之類的 好 也就是說呢 這個大部分呢其實 到底是多少 其實它並沒有一個準確的這個 數量 對不對 好 那少部分也一樣 對不對 少部分也一樣 少部分呢 我如果說 那個少部分的人看著我 少部分你也不曉得 到底我是不是屬於那個少部分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對這個量詞的部分呢 亞里斯文就給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推論要精確 既然我們的推論要精確 那麼我們顯然沒有辦法使用 不精確的那個量詞嘛 對不對 如果這個量詞是不精確的 那我在推論上一定沒有辦法得到 這個精確的結果 對吧 好 因此呢它就有了一個疑問就是說 什麼樣的量詞是精確的 什麼量詞是精確呢 好 因為我們的推論呢 其實需要這樣的確定性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精確的量詞 好 因此呢 亞里斯多德就說 我們其實有兩個精確的量詞 好 第一個量詞是什麼 第一個量詞呢 是我剛剛講的 所有 或者全部 所有或全部 這個我們不會搞錯對不對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同學講的 就是說 如果我說所有的同學看著我 好 那所有人都會眼睛睜大 然後把頭抬起來看著我 為什麼 因為 沒有 大家不會誤會 你在不在這個全部裡面嘛 因為全部就是 所有的同學都要看著我 所以 這個量詞本身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所以 對於這個for all 一般講的for all 就是對全部 或者對所有來講 這個量詞是精確的 除了這個還有沒有精確量詞呢 好 這個亞里斯多德就說 對 還有一個精確量詞是什麼呢 還有一個精確量詞是 某些 你如果把它想像成一些 那你就會說 這個也不精確啊 一些到底是幾個 我們也不知道 好 亞里斯多德的意思是說 這個for some 這個詞我們在用的時候呢 我們會知道 至少有一個 至少這件事沒有疑問 就是 它的精確性是建立在 至少有一個 好 那如果說 有些同學被盪了 有些同學這個 期末拿到A加 有些同學這個 期末的時候呢 拿到B加等等 那我在講這些有些的時候 各位都會 想像成什麼 各位都會想像成 至少有一個 對不對 好 那這個至少有一個 其實就是for some 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精確的 所以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它認為有兩個量詞是精確的 第一個它叫做全稱量詞 就是for all 對全部的東西來講 這個叫全稱 我們一般把它叫 全稱的意思就是它是 對所有的來看 好 第二個呢它把它叫做 存在量詞 叫for some for some 的意思是說 它至少有一個 至少有一個 有幾個不管 在至少有一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兩個語詞的位置 當然就是放我們剛剛講的 比如說人啊 動物啊 老虎啊 放任何的語詞 教室啊 大樓啊都可以 好 那中間會有一個細詞 這個細詞是什麼呢 這個細詞指說 它是一個肯定句 或者是一個否定句 比如說 所有的人都會死 這個就是一個肯定的形式 OK 那如果我說 所有人都不是石頭 這個當然就是否定 所以那個細詞的意思呢 基本上就是 肯定或者是否定的意思 好 因此呢有了這個語句原結構之後呢 我們可以得到 四種基本類型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說 我們有兩個精確的量詞 這兩個精確量詞是什麼呢 一個是全稱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存在 對不對 一個是全稱量詞 一個是存在量詞 好再加上 這個語句裡面呢 有肯定 跟否定 好 因此呢 如果有肯定跟否定的話呢 那麼 這樣配合起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 四種基本句型 好 那我們分別呢 用母音的AEIO 來稱呼它 好 A 句型就是 所有的S 都是P 這個我們稱之為 全稱肯定句型 為什麼 因為 所有就表示是全部的 這個我們叫全稱量詞 好 中間都是 當然就是比較肯定的意思 所以 我們一般把 A 句型稱之為 全稱肯定的句型 好 E 句型呢是說 所有的S 都不是P 那如果我說所有的S 都不是P 我們把它稱之為 全稱 否定句型 一樣是全部 但是它是否定的 I 句型呢 是我們把它稱之為 存在肯定 為什麼 因為它說有些S 是P 其實我們大致上都會說 它應該是說 至少有一個S 是P 的意思 就有些 for some 的意思說至少有一個 就是存在的意思 就是 至少存在有一個S 是P 那 O 句型是什麼呢 O 句型當然就是存在否定 就是 有些S 不是P 根據剛剛的量詞跟 細詞之間的肯定否定的關係呢 好 我們可以得到 四種基本句型 分別叫做 A E I O A 句型稱之為 全稱肯定 E 句型稱之為 全稱否定 I 句型稱之為 存在肯定 O 句型我們就稱之為 存在否定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談談 這四個句型之間的對當關係 這個Square 是這樣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圖 我們在四個角落分別放上 A E I O 表示是 A 句型 E 句型 I 句型 跟 O 句型 那現在我們要來練習什麼呢 我們要練習 想想看 這六條關係的連接線裡面 這些句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們會有幾個關係可以讓你選擇 第一個關係叫 蘊涵關係 蘊涵關係的意思是說 如果 P 蘊涵 Q 那麼就表示什麼 P 為真 Q 一定為真 或者 P 成立 Q 一定成立 這個叫蘊涵關係 第二關係呢叫矛盾關係 什麼叫矛盾關係呢 這兩個語句 如果 P 跟 Q 是矛盾關係 表示 P 跟 Q 的真 假值一定相反 或者說 他們兩個成立 跟不成立的關係一定是相反的 換言之就是說 如果 P 跟 Q 兩個是矛盾的 那就表示 P 真的時候 Q 一定假 P 假的時候 Q 一定真 或者說 P 成立的時候 Q 一定不成立 或者 P 不成立的時候 Q 一定成立 這個是矛盾關係 也就是說他們兩個的真假的語意一定是相反的 第三個是可同真不可同假 意思說 這兩個句子同時為真沒有問題 但是這兩個句子都同時為假 是違反我們的想法的 就是說不可能會兩個同時為假 第四個是 這兩個句話可以同時為假 沒有問題 可是你要讓同時為真 其實是不成立的 這樣不可能同時為真 那這個 1 2 3 4 5 6 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給各位同學一些些時間 各位不妨自己去組合一下 你會把哪一個連接到哪一個 哪一個連接到哪一個 各位不妨利用 一兩分鐘的時間稍微練習一下 看看你會怎麼去做連接 我有一個建議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各位覺得說 這個 AEIO 看起來很抽象 你不妨就帶實際的句子進去 好比說 我舉個例子 A 語句 假設我告訴你 所有的男人都是好人 如果A 語句是這樣 所有的男人都是好人 那我們如果依照 男人跟好人這兩個語詞 來做其他的句子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A 語句如果是 所有的男人都是好人 那一語句就會是什麼 一語句就會是 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人 好 I 語句會是什麼 I 語句會說 有些男人是好人 O 語句會是什麼 O 語句會是 有些男人不是好人 好 那各位想想看 現在 各位先想想看 A 語句 跟一語句是什麼關係 所有的男人都是好人 跟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人 是什麼關係呢 它的關係其實是我們的 D 就是可同假 但不可同真 為什麼 你想想看 如果可以講 所有的男人都是好人啊 而且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人啊 這句話聽起來就知道一定是錯的 因為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所有的男人既是好人 又不是好人 這個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 可是這兩句話同時為假 並沒有什麼問題 你告訴我說 所有的男人都是好人 不不不不不 我不認為所有的男人都是好人 那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人 不不不不不 我也不認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人 OK 所以這兩句話同假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它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 所有的男人 我既不同意所有的男人都是好人 我也不同意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人 所以 第一個要連結的是什麼呢 A 跟 E 這兩個句子的關係其實是 可同假 但不可同真 第二個關係呢 A 跟 I 的關係其實是 全稱跟存在 就 for all 跟 for 上面的問題 那你想想看喔 假設我已經知道 全部的同學都已經 這個 all part 了 對不對 對吧 那當然 一定有人 all part 這還用說嗎 對不對 就是所有人如果都 all part 了 就是所有的人都 都過了對不對 這門課呢 大家都過了 當然就蘊涵有些人過了 所以 第二個是什麼關係呢 第二個連接到 A 是蘊涵關係 各位可以想到 跟他有一樣關係是什麼 跟他有一樣關係的就是 3 對不對 一樣 如果我告訴你說 全部的人 我們班全部的人都沒有被當 都沒有人被當 就是沒有人被當 就是所有的人 都沒有人是不及格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我就可以確定什麼 我就可以確定 這個所有的人都過了 對吧 就表示說 當然就是一定有些人也過了 這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全稱會蘊涵存在 對不對 所以 2 跟 3 的關係都跟 A 是一樣的 就是它是一個蘊涵關係 好 接下來我們來考慮 4 4 是什麼關係呢 各位想想看 有些男人是好人 有些男人不是好人 那搞不好就有同學直接跳出來說 對啊 老師沒有錯 這個世界上就是有些男人是好人啊 有些男人不是好人啊 社會現實如此 如果你可以告訴我現實社會如此 那就表示你贊成這兩句話可以怎麼樣 可以同時為真 因為社會現實如此就是有些男人是好人 有些男人不是好人 那它可不可以同甲 其實它不能同甲對不對 就是 為什麼呢 好 我們先來看看 為什麼它不能夠同甲呢 我們先來看看第五個關係 各位想想看 A 跟 O 的關係為什麼呢 所有的男人都是好人 跟有些男人不是好人 它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他們就是矛盾關係 換言之 如果我覺得所有男人都是好人 那有些男人不是好人 這句話一定為假 如果我告訴你 你所有的男人都是好人 這句話為假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回家的時候 對不對 我太太突然跟我說 我跟你講 我覺得所有男人都是好人 我一定會趕快阻止他說 不不不不 你錯了你錯了 為什麼 因為有些男人不是好人 對吧 我一定會告訴他說 你要小心 因為有些男人的確不是好人 所以你要特別小心一點 不要被騙了 所以呢 當我去否定全稱肯定的時候 就是我去否定 A 語句的時候 其實我就在告訴他 O 語句是成立的 反之你可以想像 這個 A 語句如果不成立的時候 O 語句成立 所以 A 語句如果成立 O 語句當然就不成立 所以這兩個是矛盾關係 所以你看喔 如果 A 跟 O 的關係是矛盾關係 那 E 跟 I 也一樣 其實第六個對角線 它其實都是矛盾關係 所以剛剛為什麼說 I 跟 O 不可以同時為假呢 因為 I 跟 O 如果同時為假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意味著什麼會同時為真 A 跟 E 會同時為真 那我們剛剛已經跟各位同學說明過 A 跟 E 同時為真 這件事是不成立的嘛 就是 A 跟 E 同時為真不成立嘛 所以 I 跟 O 如果同時為假 由於他們跟 A 跟 E 是矛盾關係 所以意味著 A 跟 E 會同時為真 OK 所以 I 跟 O 不可以同時為假 的理由在這裡 它同時為真沒有問題 但是它同時為假是不成立的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這個 I 的關係是可同假但不可同真 對不對 二跟三的關係是蘊含關係 四是可同真但不可同假 然後呢 五跟六是我們的矛盾關係 你可以跟你做的結果對照一下 看看有沒有符合你做的結果 那我看看是不是 OK 的 三段論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講講三段論的論證結構 OK 那三段論的論證結構是什麼呢 各位常常聽到三段論 也就是說從亞里斯多德以來 他把他的論證稱之為三段論 大概很多同學都一直聽到三段論 那他的論證結構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接下來可以來看看 他的這個論證結構 三段論其實意味著就是它是三個語句 三個句子的關係 那這三個句子通常我們會把它叫做大前提 小前提 以及結論 OK 他的論證結構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由三句話組成 那這三句話分別是什麼呢 這三句話分別就是大前提 小前提 跟結論 那在這個論證裡面呢 我們要知道我們其實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呢為了要能夠顯示出它的結構 所以我們會用不同的符號去取代 它裡面的這個語詞 那我們怎麼去做這個標示呢 第一個我們會有一個詞叫小詞 通常用S來代表 它其實是一個minor term 就是一個小詞 各位記得它是出現在 結論主詞位置的語詞 我們就把它叫小詞 第二個呢我們會有一個大詞 大詞我們通常用P Predicate 的意思 一般我們也就要叫 major term 那大詞是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結論 述詞位置的語詞 在結論裡面我們會有兩個語詞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任何一個語句都會有兩個詞 對不對 那出現在結論的主詞位置的 就前面這個語詞呢 我們會把它稱之為小詞 出現在後面的呢會稱之為大詞 好 那我要特別澄清的是 很多同學對這個小詞大詞呢 會有一個這個既定印象 搞錯了 什麼地方搞錯了呢 它只跟出現的位置有關係 跟集合大小或者包含關係 都沒有關係 跟它之間有沒有包含都沒有關係 好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聽 假設我的結論是這樣 各位想像一下 假設我現在三段路的結論呢 是說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好 假設這樣 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在這裡面出現兩個語詞 一個是男人 一個是人 好 各位注意 前面這個語詞是男人 後面這個語詞是人 所以男人就是小詞 人就是大詞 好 可是呢 萬一我今天的結論呢 它這個得到的這個結果是說 所有的人都是男人 好 各位想像一下這句話 所有的人都是男人 這個時候人是出現在主詞位置 男人是出現在述詞位置 所以這時候人是所謂的小詞 男人是所謂的大詞 所以各位切記 小詞跟大詞跟集合的大小無關 它只跟出現的位置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大家很經常搞錯的 好像因為大家學慣了集合的關係 所以常常會把這個大跟小 用這個集合的大小來判斷 這個是不對的 我們是要判斷這個大詞跟小詞 是跟它的這個位置是有關係的 好 那我們第三個語詞呢 是中詞 中詞就是說它只有出現在前提 而沒有出現在結論的語詞 因為我們每一個句子都只有兩個語詞 那在結論裡面呢 一個是小詞 一個是大詞 那中詞顯然就是沒有出現在結論裡面的語詞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中詞 就是middle term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做句式的形式 根據剛剛的想法 我們要怎麼來做這個形式化呢 好 各位想看 我們給各位一個例子 全稱一句 所有的s 都是p 那這時候我們的主詞是s 述詞是p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會把句型寫在中間 所以它叫sap 換言之各位以後只要看到sap 你要怎麼唸呢 你的唸法就是 所有的s 都是p 中間的aerio 代表是它的句型 那a句型叫做全稱肯定嘛 所以你看到sap 你就要唸成 所有的s 都是p 那如果是sep 的話 意思就是它是 所有的s 都不是p 的意思 ok 因為它是全稱否定 如果是存在肯定 就是有些s是p 我們就寫成sip 那如果是存在否定一樣 我們就把它寫成sop 中間的aerio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我們的句型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練習形式化呢 我們來看底下這樣的一個例子 好 假設我們有兩個前提 第一個前提叫做 所有 喜歡古典樂的都是好人 好 第二個前提是 有些火星人喜歡古典樂 那接下來我們的結論是什麼呢 我們的結論是 所以有些火星人不是好人 好 各位注意看 我們怎麼去決定 大詞 中詞 小詞呢 好 各位首先看一下 我們有兩個前提 有一個結論對不對 好 那各位就會發現 從結論開始 結論是 有些火星人不是好人 好 主詞是什麼呢 好 沒有錯 主詞其實就是火星人 對吧 那主詞是火星人呢 它就是我們的小詞 對吧 結論的述詞是什麼呢 有些火星人不是好人 所以它的述詞是什麼 它的述詞是好人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大詞其實就是好人 接下來 有哪一個詞沒有出現在結論裡面呢 所有的喜歡古典樂的都是好人 對不對 有些火星人喜歡古典樂 所以 所有喜歡古典樂都是好人 然後呢 有些火星人喜歡古典樂 哪一個詞沒有出現在結論 就是 喜歡古典樂 沒有出現在結論 所以喜歡古典樂 基本上就是我們這裡的中詞 那各位想 第一個前提為什麼呢 我們的第一個前提是 所有喜歡古典樂的都是好人 喜歡古典樂的中詞 我們是用m來代表嘛 對不對 我們用m來代表 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好人 所以是什麼 大詞 對不對 所以在第一個前提裡面呢 前面那個語詞是m 是中詞 後面是大詞 後面是大詞 中間的句型我應該填入什麼呢 它是 所有喜歡古典樂的都是好人 所以各位可以聽出來它是一個全稱肯定 對吧 所以它應該是什麼呢 它應該就是map 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是說 ok 有些火星人喜歡古典樂 前面的火星人是什麼詞 是小詞嘛 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有著名它是一個小詞 然後後面喜歡古典樂是什麼 是中詞 所以是m 對不對 那中間是什麼 有些火星人喜歡古典樂 所以有些喜歡 它是存在肯定 所以是i i 句型 應該寫成sim 對不對 好 最後 我們的結論是什麼呢 所以呢 有些火星人不是好人 有些不是的句型就是 O 句型 好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什麼 我們的結論就是SOP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論證的形式化 各位同學接下來我們要來談這個 10.4 的部分就是 我們剛剛已經學過怎麼樣把一個論證做形式化 對不對 那現在讓我們來考慮這件事情 就是說各位想想看 我們的這個三段論的樣子這樣的組合 總共會有多少呢 好 來各位想想看 好 如果我們用大詞 中詞跟小詞的排列方式的話 我們呢基本上可以出現四種不同的排列方式 對不對 好 我們的結論always一定是 主詞部分是小詞嘛 數詞部分是大詞 那中詞可以怎麼排列呢 各位可以看出來 我們其實有四種排列方式 第一種排列方式呢 是左上右下的這種排列方式 對不對 好 第二種是 中詞可以全部都在右邊 第三個情況是 中詞都在左邊 第四個情況是 中詞呢在 右上左下的這個排列方式 好 那各位 我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跟各位說過說 我們的論證呢其實是 有乍前提 小前提跟結論對不對 好 那這個排列各位可以看得更清楚 它的意思是這樣 如果 我們的前提裡面是 中詞跟大詞的組合 這個就是大前提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在第一個排列裡面 它都是大前提 m 跟 p 的組合 那在第二個前提裡面呢 都是小詞跟中詞的組合 所以通常我們就把這個前提叫做小前提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包含小詞的前提的意思 好 那所以我們有大前提 小前提跟結論 那它的排列方式總共有這四種 那各位看到中間這個dash 橫線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填入巨型的位置 那這個巨型的位置可以是什麼呢 這個巨型的位置你可以填入 a 可以填入 e 可以填入 i 可以填入 o 的位置 那各位想想看 這樣子 但是總共可以有幾種組合呢 如果我們每個都可以填入 ae i o 的話 它其實總共有幾種呢 總共有 256 種不同的組合 為什麼 因為它是四的四次方 不過現在問題就來囉 當我們學會這麼多的三段論的樣態之後 我們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那哪一些是有效的論證形式呢 我們怎麼去確定 哪一些論證的樣子 是有效的論證形式 所以呢我們就從 三段論的有效性開始來談 好 事實上呢 我們怎麼去確定這個三段論 是不是一個有效的三段論呢 就是說我怎麼確定這個 我每一個這樣做出來之後它是有效還是無效 那首先呢 這個表呢是一個拉丁文的表 那這個是在中世紀的神父呢 為了讓我們去整理出來 這些有效論證的形式 各位剛剛看到第一個推論的樣子 我們把它稱之為第一種樣式 第二種樣式 第三種樣式 跟第四種樣式 在每一個樣式裡面呢 都會有六種有效論證 好比說呢 第一種樣式是 M-P S-M S-P 意思是說 我在中間的位置呢 如果可以帶入這三個母音的位置呢 它其實就是有效論證 比如說你帶 A-A-A 進去 它就是 M-A-P S-A-M 那 S-A-P 這個就會是一個有效論證形式 所以在中世紀的神父呢 為了讓我們能夠記下來這些有效論證呢 它採取在一個方式就是 把每一個有效論證 附於一個拉丁文的名字 所以各位如果在中世紀 學這門課程呢 各位的任務就是 回去把拉丁文背下來 各位不用擔心 因為 這個拉丁文我也背不下來 因為我也不是 用這個方式來記有效論證 我頂多只記得一個Barbara而已 第一個我會記得拿來當例子而已 所以 在中世紀的時候 因為為了要幫助人們 記得哪些論證是有效論證 神父就發明了這個方法 來幫助各位做記憶 但是到今次我們會不會這樣做 我們當然不會這樣做對不對 這樣做對我們來講太累了對不對 我們必須要找出一些 有效性的規則來做 我們才有辦法很快地把它做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來 我的有一個簡易測試法提供給各位 這個簡易測試法是這樣 第一個是說 如果結論是肯定句 各位不要忘記了 我們有四種句型叫AEIO 對不對 A句型跟I句型是肯定句 所以如果結論是肯定句的話 前提必須都是肯定句 那如果結論是否定句 哪些句型是否定句呢 E句型跟O句型是否定句 結論是否定句的話呢 那麼前提必須是一個肯定一個否定 這是第一個它要通過的檢驗 也就是說如果它沒有通過這個檢驗的話 那它就不會是有效論證了 第二關是這樣 在結論周延的語詞 在前提也必須周延 那這時候各位心裡面一定就會想 咦 什麼是周延 我等一下會解釋 什麼叫做周延 那各位先把這個規則記下來 在結論周延的語詞 在前提也必須周延 注意周延與否是用來形容語詞 不是用來形容語句 有些同學搞錯 以為說結論周延前提要周延 其實不是 是結論裡面周延的語詞 前提裡面也要周延 所以很多人因為經常在記憶的時候 經常出現這個trouble 所以我特地提醒各位同學 不要犯這個錯 第三個條件是什麼呢 第三個條件是中詞至少周延一次 周延的意思就是說 你認為這個語詞談論的對象 是包含全部的紫色對象 這個就叫周延 我舉個例子讓各位聽 就是說各位想想看 假設我回家的時候對不對 然後我太太就 看到我就說 男人是壞蛋 各位注意聽喔 假設我太太看到我對不對 然後就說 男人是壞蛋 請問這時候我要不要生氣呢 各位仔細想 你會發現 對我要不要生氣好像有一點點 這個爭議對不對 哪裡有爭議呢 各位想 如果我太太的意思是說 OK 她的意思如果是說 所有男人都是壞蛋 那我有沒有被罵在裡面呢 有嘛 因為這個男人包括我在內 對吧 因為他是所有的嘛 這個時候我們就說 這個男人是周延的 所以 因為他講的是 所有的男人都是壞蛋 可是呢 當我太太跟我說 男人是壞蛋的時候 他也有可能是什麼意思 有些男人是壞蛋 說不定他今天出去外面 受氣了對不對 有些男生呢 很沒有禮貌給他氣受了 所以他回來就找我抱怨說 男人是壞蛋對不對 就是 有些男生是壞蛋 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我有沒有被罵呢 我其實沒有被罵對不對 如果我太太只是跟我抱怨說 他出去外面逛街的時候受氣了對不對 然後呢 回來之後告訴我說 有些男人是壞蛋 這時候呢 其實 他並沒有罵到我 對吧 因為 這個我 那個有些男人 這個男人 並不是一個周延的語詞 所以 我不一定要被包含在裡面 所以各位就可以發現 有些時候我們就會 用這樣的方式去避開爭議對不對 就是說 故意讓 對方混淆不清 就是我在 講這些語詞的時候 故意不加量詞 讓你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周延還是不周延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罵人家說 這個 男人是壞蛋 你也搞不清楚他講的到底是所有的男人 還是 部分的男人 還是有些男人而已 好 就好像這個 老師有時候講話也是一樣對不對 他如果說 哎呀 這個學生都不聽話 那這個學生都不聽話 指的是所有學生都不聽話呢 還是有些學生都不聽話 這個其實老師沒有講對不對 可是我們常常就會 有人就說 如果我說 學生都不聽話 然後 這個學生就遭到抱怨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我們都不聽話 然後老師就說 我又沒有說你 你幹嘛對號入座 有時候我們就會出現這樣的一種爭論 其實它就是周延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在聽別人講話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周延與否會影響到那個 語言的意義嗎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有時候會搞不太清楚 所以有時候人家就說 那你就不要對號入座 其實 那就是我們對於這個 語詞周不周延產生的爭議 有些人會認為 你這樣講話就是周延 有些人會認為它就不是周延 好 所以周延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你認為這個語詞 如果是指涉全部對象 它就是周延的 好 那在我們這裡面 我們要怎麼判斷周延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判斷方式是這樣做的 就是說 在一個句子的主詞部分 我們要判斷周延與否 就看它的量詞 如果量詞出現 所有 全部 就for all 這樣的語詞 當然它就是周延的 對不對 因為它講的就是全部嘛 好 如果是講有些 一些 某些 這個當然就不周延 因為它只有講到一些些而已 所以它並沒有指涉全部的對象 所以它這個是不周延的 那如果要判斷precate 的話呢 我們要用它的細詞來判斷 如果它的細詞呢 它是肯定的 也就是說它是肯定句的話 那就表示 但是述詞的部分是不周延的 如果它是否定的話 表示它是周延的 這個呢很多同學可能會難以理解 為什麼會是這樣 好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說 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各位想想那個人的部分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人是指所有的人 其實並沒有對不對 你只知道男人這個集合 落在人這個集合裡面 可是你的腦袋裡面想這個人的時候 你只想到男人 在這個集合裡面那些人 你並不會想到所有的人 所以這個人其實在 肯定的情況之下它其實不周延 因為你沒有指涉到所有的人 好 但是如果我給你一個例子是說 所有的男人都不是石頭 好 那各位想 什麼叫所有男人都不是石頭呢 那你會說 對 這個時候呢 這個男人這個集合 跟石頭這個集合是沒有交集的 沒有交集什麼意思呢 沒有交集就是 排除所有的嘛 因為這個排除的關係 所以它是一個周延的 就是它之所以是 周延的意思就是它排除了這個部分 那排除當然是排除掉全部嘛 沒有人排除一部分的 所以它一定是排除掉全部 所以當 這個我們要考慮述詞周延與否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考慮 這個細詞的部分 如果它是肯定的就是不周延 否定的就是周延 接下來我們就利用這個來練習 底下的這個範例 好 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給各位幾個範例 我們來看一下 A B C D 我們的範例有四個 第一個例子是 M A P S A M S A P 其實這個剛剛我們已經說過 就是它其實是 Barbra 的形式 對不對 其實就是一個有效論證 等一下我們來證明看看 那我們就從 A B 開始 A 是 M A P S A M S A M S A P 那 B 是 P A M S A M S A M S A P 這兩個論證的差別只有在 Map 是什麼 所有的 M 都是 P 前面出現所有 所以它的主詞顯然是周延的 所以我們在它的右上角打上一個圈圈 表示它是周延的 那都是 P 都是肯定嘛 肯定的話 數詞呢 當然就是不周延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畫一個 x x 那各位想想看 其實我們的周延與否是用句型來決定 對不對 所以 A 句型既然是所有的 S 都是 P 所有的 A 句型其實前面都是全稱 中間都是肯定 細詞都是肯定的話 那麼它一定是主詞都是周延 而述詞是不周延 所以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把所有的主詞周延 述詞不周延的方式 標示出來 沒有問題 那 A 我們做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 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呢 我們根據剛剛的第一個原則 結論如果是肯定句 結論 A 跟 I 是肯定句 我們剛剛說過的 對不對 結論 A 是肯定句 我們發現它的前提是什麼 前提都是 A 所以前提都是肯定句 因此它是通過了第一關 就是 結論為肯定句的時候 前提必須都是肯定句 第二個是 結論周延的語詞 前提也必須周延 所以你要從結論開始找 結論的周延的語詞 就是表示在結論的右上角 被畫圈圈的語詞是哪一個 是 S 嗎 然後去找它的前提 在前提裡面 S 有沒有一樣是周延 有 各位可以發現 在我們的小前提裡面 S 的右上角也是圈圈 對不對 所以表示 結論周延的語詞 前提也周延了 沒有問題 OK 那接下來第三個條件是什麼呢 第三個條件是 中詞要周延一次 也就是說兩個中詞是 M 至少要有一個右上角要標示圈圈 表示它是周延的 好 那它有沒有通過這個 有 那這三步都通過呢 我們就會說 這個論證 A 其實就是一個 有效論證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B B 各位發現它都是 A 語句 那 A 句型根據我們剛剛講的 沒有問題 它一定是全稱肯定 那既然是全稱肯定 它一定是 主詞是周延的 述詞是不周延的 好 所以我們一樣都把它標示上去 OK 希望各位同學已經學會這件事 那我們來看看 B 有沒有通過我們的考驗呢 第一步是 SAP 結論是肯定句 前提呢 都是 A 句型 所以也都是肯定句 所以第一步沒有問題 第二步是在 結論周延一次是 S 小詞對不對 在前提呢 你發現它也是 周延的 所以表示它通過這樣的一個 test 第三個是中詞 至少要有一個周延 它有沒有辦到 並沒有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前提兩個中詞都是 close 表示這兩個都不周延 對不對 第三個條件 沒有通過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論證呢 它就是一個 無效論證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這個它的條件要同時滿足 它才會是一個有效論證 那各位還記得 如果是一個無效論證的話 通常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通常我們要舉反例 對不對 那當然在這個三段論證比較有趣的事情是說 其實我把這個 S M P 隨任意帶個語詞 它都可以是一個反例 沒有錯 當然是 不過呢我們在這個課程裡面 通常都會對同學有進一步的要求 就是說 我們要舉一個 前提明顯為真 結論明顯為假的反例 我再說一次 我們通常會請同學舉一個 前提明顯為真 結論明顯為假的反例 好比說 例題 B 裡面我們要舉反例 我們要怎麼舉呢 假設我把 小詞當作男人 大詞當作女人 中詞是人 好 請問 我們把它帶進去之後呢 實際的例子為什麼呢 所有的女人都是人 好 我相信各位同學都覺得這個明顯為真嘛 對不對 好 第二個前提是什麼 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這個也明顯為真嘛 OK 我先強調一下 因為 有些同學可能會反對說 沒有 老師我沒有認為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不過我沒有談論這個部分 我只講 我們基本上在生理狀態下 或者在動物的歸屬裡面說男人都是人 那你總不能跟我說 老師我就覺得 我認識的那個男人不是人 那個不管 那個只是各位自己的判斷而已 好 所以 所有的女人都是人 跟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都是明顯為真嘛 可是 各位想想看他結論會是什麼 結論是 所有的男人都是女人 這個明顯為假 所以這個叫做前提明顯為真 結論明顯為假的反例 各位呢 在這個練習裡面不妨去練習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要告訴別人這個是一個無效論證 你最好的方式就舉一個 這樣子的前提明顯為真 結論明顯為假的作為一個你的反例 那 C 跟 D 呢 C 是 PEM 是 所有的 P 都不是 M 它是全稱 否定的一句 那它的結論是什麼 它的結論是 SOP 表示 有些 S 不是 P 那各位想喔 那它的周延的情況是什麼 第一個大前提 所有的 P 都不是 M 所有 是全稱 數字顯然是周延的 都不是 否定的話 數字也是 周延的 所以 M 呢 這個中詞應該也是周延的 好 底下是 E 句型 所以表示它應該也是什麼 應該兩個都是周延的 所以這裡應該是 都註明它是圈 好 最後 結論是 O 句型 O 句型是什麼 O 句型是有些 S 不是 P 那如果有些 S 不是 P 那什麼意思 那就表示它的前提是 不周延 因為它是有些 表示它是 存在量詞 所以它不會是周延的 好 可是後面是否定喔 有些不是 那既然不是的話 它的結論就應該是 周延的 所以它應該是圈 它會不會是一個有效論證呢 好 我們看到 結論是什麼句呢 結論是否定句 對不對 O 句型否定句 前提呢 剛好也都是否定句 好 根據剛剛第一個要求就是 如果結論是否定句 前提必須要一個肯定 一個否定 對不對 所以它連第一關都通過不了 更不要說後面的 它必然是一個無效論證 OK 那各位不妨想想看 你能不能很快地找出一個 我剛剛講的 前提明顯為真 結論明顯為假的反例呢 各位不妨試試看 其實 你在C這題裡面要找反例 難度會比B來的難 OK 各位不妨試試看 如果按照我以往的經驗呢 同學們在建構這個 反例的時候 通常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大部分的人都會從前提 嘗試去建構這個反例 但是呢 這個方式通常是 比較不容易達成你的目標 所以我建議各位不如 不如把它反過來想 你應該要從什麼 從結論去構思這個反例 那各位想想看 結論要明顯為假嘛 那什麼情況下結論和明顯為假 各位想很簡單 什麼 結論是明顯為假呢 譬如說 有些玫瑰花不是花 如果我告訴你 有些玫瑰花不是花 這個明顯為假 因為 玫瑰花就屬於花嘛 所以 如果我告訴你 有些玫瑰花不是花 顯然這個 結論明顯為假 好 這時候呢 你在大 這個大前提的P裡面擺上花 你把它擺上去 再在小前裡面SOS擺上玫瑰花 好 接下來 你要 建構這個反例就變得很簡單 什麼意思呢 你只需要找一個 跟他們兩個都沒有關係的 OK 對不對 比如說 動物 比如說 狗 對不對 那你看 你把它放到這個中詞的位置 這個論證就會變成 所有的玫瑰花 都不是狗 同意吧 這一定為真嘛 好 第二個呢 是 所有的狗 都不是玫瑰花 對吧 這大家也同意嘛 可是結論是 有些玫瑰花不是花 這個明顯為假 所以呢 按照這樣的建構方式 其實你可以很容易建構出 這個反例 這個其實就是要告訴各位說 當我們要去想像這個反例告訴別人時候呢 其實呢 某些時候你 這個從結論開始設想會比較容易一點 不用一直都從這個前提開始設想 接下來我們來看 D 第一個是 PAM 它是全稱肯定 按照剛剛 各位做的方式各位已經很熟悉了對不對 所以它應該是 主詞的部分是周延的 而述詞是不周延的對不對 好 第二個呢是 SEM 全稱否定 就表示兩個應該都是周延的 第三個呢是 SOP 表示什麼 主詞是不周延 但是述詞是周延的 我們來檢查一下 第一個是說 結論OG 形式否定嘛 所以前提必須一肯定一否定 所以前提一個是 A 一個是 E 顯然它符合這個要求對不對 所以沒有問題 所以第一關通過了 第二個是什麼呢 結論周延的語詞 前提必須要周延 各位觀察一下 結論哪一個是周延呢 結論的 P 大詞的部分是周延的 那前提的P 就是大詞的部分有沒有周延呢 有 第三個是中詞至少要周延一次 也就兩個 M 至少要有一個 這三個規則它都滿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說 D 其實是一個有效論證 到目前為止我們就學會了 這個亞里斯多的三段論 我們利用 學到的規則就可以很簡單來檢驗 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OK 好 接下來呢我們要進行到這個文式圖 就是 Venn Diagram 的部分 那文式圖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其實剛剛講過說 這個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我們的描述方式是說 男人這個集合會落在人這個集合裡面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所有的男人都不是石頭 所以男人跟石頭這兩個集合呢 彼此之間沒有交集 這種的圖解法 通常我們把它稱之為尤拉圖 就是 Eura Diagram 通常叫尤拉圖 那我們現在講的文式圖呢 基本上呢它是說 我們要考慮 所有的可能情況 OK 就是 這裡面所有的可能情況 那各位想 這個文式圖呢 各位可以看到在最左邊的部分 落在這個部分的東西 是表示它具有 S 這個特性 但是呢不具有P 這個性質 所以我們直接寫成 S P Bar 在 P 上面 加上一個 橫線表示否定的意思就是 它具有 S 的特性 但是不具有 P 的特性 那麼在 中間的部分 交集的部分 表示落在中間的東西 它一定同時具有 S 也具有 P 的性質 所以呢 我們就說它是 符合 S 的性質 也符合 P 的性質 在 P 的範圍當中 但是不落在 S 的範圍當中 就表示說它滿足 P 的性質 但不滿足 S 的性質 所以它是什麼呢 它是 S Bar P 好 當然 我們如果給一個語集 各位都可以知道 我們如果在外面畫一個框框 當作 Universe 語集的部分的話 那麼在最外面的部分 當然就是 既不符合 S 也不符合 P 不過 因為在圖解法裡面 不會用到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就沒有標示給各位看 那麼如果我們有三個詞 各位知道我們剛剛有三個詞對不對 我們有小詞 中詞 大詞對不對 那如果有三個詞的話呢 那它的文式圖會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三個圖的話呢 我們會有 小詞 中詞 大詞 每一個區域當然就會告訴我們說 比如說各位看到最上面的部分 它就是 符合 S 的性質 但是不符合 M 也不符合 P 這部分顯然就是 S M Bar 跟 P Bar 對不對 就表示說 它是符合 S 的性質 但是不符合 M 也不符合 P 那麼在左下角這個部分呢 只在 M 裡面 而不在 S 也不在 P 裡面 這個當然就是 M Bar M P Bar 對不對 表示只有 M 的性質 沒有 S 跟 P 所以在右下角只落在 P 裡面的呢 當然就是 S Bar M Bar 跟 P 表示符合 P 的性質 但不符合 S 的性質 也不符合 M 的性質 我想各位可以很快的把其他的都完成 在 S 跟 M 的集合這個部分呢 這個其實是 符合 S 符合 M 但不符合 P 所以它是 S M P Bar 在 S 跟 P 中間這個部分呢 它其實是 符合 S 符合 P 但不符合 M 所以它是 S M Bar 跟 P 那在 M 跟 P 中間的位置呢 交集的部分呢 它其實符合 M 符合 P 但不符合 S 所以是 S Bar M P 那在最中間三個集合 Overlap 全部都重疊的部分呢 所以它是 S M P 所以意思就是說 落在不同位置的東西 它會具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當然我還是要提醒各位 當然我們可以在外面畫一個 universe 就是一個宇集對不對 那如果畫一個 universe 的話 那最外面就是 既不符合 S 也不符合 M 也不符合 P 不過我們因為用不到 所以我們就沒有畫出來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如果我們用這個來理解 AEIO 句型會是什麼樣子呢 A 句型給我們什麼 information 各位想想看 A 句型說 所有的 S 都不是 P 這個 information 其實是告訴我們 是 S 但是不是 P 的這個部分 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用斜線把它畫掉表示 這部分沒有東西 因為所有的 S 都要屬於 P 所以所有的 S 都要落在 P 裡面 所以呢 S 落在 P 外面的這個部分是沒有東西的 那 E 句型是什麼意思呢 根據剛才的講法 E 句型是什麼意思 所有的 S 都不是 P 表示這兩個應該是互次的 互次就是沒有交集喔 沒有交集什麼意思 就表示 交集的部分沒有東西 S 跟 P 沒有交集的意思 當然就是 S 跟 P 的交集沒有東西 I 句型告訴我們什麼事 有些 S 是 P 那有些 S 是 P 是什麼意思呢 就表示說 我可以找到某些東西 它既有 S 的性質 也有 P 的性質 所以表示在它交集裡面 我可以發現 有東西 那我們畫個 Close 表示有東西 各位注意 這個 Close 表示有東西在這裡 那就有同學很有疑問啊 就說 欸 老師那個 Close 不是沒有東西嗎 為什麼是有東西 不是圈圈才有東西嗎 好 各位不要忘記了 這個邏輯當然我們希望大家符號是統一的嘛 那我們在西方用這個 有東西都是用 Close 不會用圈圈 那萬一你 不太能夠記得這件事 我來教你一個秘訣 這個秘訣是這樣 各位只要想想看 你小時候如果跟朋友玩藏寶圖 你想想看 你在問藏寶圖對不對 好 然後那個藏寶圖呢 你開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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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那個路線 請問 你最後看到那個藏寶圖的地點 如果那裡有寶藏 它是畫什麼符號 一定是畫 Close 對不對 沒有人藏寶圖說畫圈圈的嘛 各位如果怕忘記這件事 你只要時時想到說 為什麼這個 Close 表示有東西呢 就是因為這裡是寶藏嘛 表示這裡只有有東西的意思 那 O 句型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有些 S 不是 P 那有些 S 不是 P 表示什麼意思 有一些是 S 的東西 但它不是 P 表示在 S 這個集合 而不屬於 P 的集合裡面呢 它其實是有東西的 所以我們會在這裡發現有東西 所以這裡呢 我們會給它畫一個 Close 表示有東西 好 但明白了這個 A E I O 的句型 跟這個文式圖的關係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我們的範例 好 我們從第一個 A 開始 A 呢 其實跟我們剛剛的立體 A 是一樣的喔 各位可以看到 那我們就是把它變成一個 文式圖的解法 MAP SAM SAP MAP 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所有的 M 都是 P 那你會發現什麼 所以呢 我們會把 是 M 但不是 P 的地方畫掉 好 接下來 S M 是說 所有的 S 都是 M 所以 是 S 但不是 M 的部分要畫掉 所以我們會畫掉哪一部分呢 對 我們會畫掉這個部分 接下來各位注意 在文式圖的檢查裡面呢 結論千萬不要畫上去 我再強調一次 結論千萬不要畫上去 我們是根據兩個前提畫出來的圖 去檢查 結論的圖形是不是已經被 包含在這個圖形裡面了 好 那各位看一下喔 結論是 SAP 對不對 SAP 表示什麼 所有是 S 但不是 P 的部分要被畫掉 各位看看 所有是 S 不是 P 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是已經被畫掉了 各位可以看到 是 S 但不是 P 的部分被畫掉了 OK 所以各位就會發現 對不對 當這個畫掉之後我們就會說 喔 它當然就符合 可以推出結論是成立的對不對 那既然前提畫完之後 推出結論是成立的 表示它是什麼論證呢 表示它就是一個有效論證 好 B 是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 PAM SAM 跟 SAP 對不對 第一個 PAM 表示所有的 P 都是 M 那表示哪一個部分被畫掉了呢 對 沒有錯 這個部分會被畫掉 好 第二個前提是 SAM 表示 所有的 S 都是 M 表示是 S 但是 不是 M 的部分要被畫掉 所以哪裡要被畫掉呢 沒錯 就是各位看到現在 畫掉的部分就是 SAM 畫掉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喔 SAP 表示什麼 我們要來檢查一下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是說 是 S 但不是 P 的地方要被畫掉 結果有沒有達成這個目標呢 並沒有 為什麼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 S 而不是 P 的地方 有一塊是空白的 它有兩塊是 是 S 但不是 P 的位置 但是呢 有一塊是空白的 表示 這兩個前提畫完之後 並沒有顯示結論 因此呢 它是一個什麼論證呢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C 第一個前提 P M 所有的 P 都不是 M 那所有的 P 都不是 M 表示什麼 P 跟 M 的交集不會有東西 我們在這個交集的部分呢 就可以把它畫掉 表示這個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第二個前提 M e S 表示說 M 跟 S 應該是沒有交集 所以我們要把 M 跟 S 的交集畫掉 一樣我們把 M 跟 S 的交集畫掉 各位就會看到 這樣的一個圖形 好 各位注意它的結論呢 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 SOP 表示在 S 而不是 P 的部分 要有 close 出現 好 那各位可以很明顯看到 在這個圖裡面 根本連 close 都沒有出現都沒有出現對不對 所以 根本它就不可能是一個有效論證 對 因為連 close 都沒有出現 它必然是一個無效論證 接下來有趣的事情來了 來 各位看一下 D P A M S E M 跟 SOP 各位想想看 第一個前提告訴我們什麼 P A M 所有的 P 都是 M 那意思就是說 是 P 但是不是 M 的部分沒有東西 好 所以 它在哪個部分呢 就在我們畫斜線這個部分 是 P 但不是 M 的部分呢 它其實是被畫掉的 好 再來 S E M 是什麼 所有的 S 都不是 M 好 所以 S 跟 M 應該是沒有交集 所以我不要把 S 跟 M 的交集畫掉 有趣的事來了 各位 它的結論是 SOP 根據我們剛剛的說法 如果 SOP 要是有效論證 我們必須要發現什麼 我們必須要發現 close 要發現 x 差對不對 可是我們有沒有在這個圖裡面發現 x 差 沒有嘛 所以 根據剛剛的判斷標準 既然我們沒有發現 x 差 表示它是一個 無效論證 可是 各位 小心 剛剛我們在做 D 的時候 我們用亞里斯多的方式做的時候 這個論證其實是一個什麼論證 其實是一個有效論證 但是到了文式圖 它居然變成一個 無效論證 好 為什麼 各位不凡想想看 欸 怎麼了 我們剛剛用亞里斯多的三段論做的時候 它明明是一個有效論證啊 怎麼會到了文式圖的時候 它變成無效論證呢 那這一題如果 在這個考試的時候 我到底是應該寫它是有效 還是應該無效呢 它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其實它的問題很有趣 它的問題很有趣 它的問題其實出在於說 各位仔細看看 S 這個集合 在 S 這個集合裡面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S 被分成四塊 在這個圖裡面其中三塊都被劃掉了 也就是說 各位想 如果我告訴你 S 不是一個空集合 如果我有把握 S 不是一個空集合 那麼我就有把握這個東西一定落在哪裡 一定落在現在空白的那一塊 那就表示它的結論是成立的 但是如果我允許 S 是空集合的話呢 那很抱歉 如果我允許 S 是空集合的話 那它還可不可以 畫一個 close 在那裡呢 不行對不對 那 S 如果所以是空集合 我當然不能任意添加東西在裡面嘛 所以為什麼在亞里斯多德剛剛的作法裡面 它是一個有效論證呢 很明顯的就是因為 亞里斯多德在預設三段論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預設就是 我們討論的所有的語詞的集合 都不能夠是空集合 換言之在它的想法裡面 這些語詞都一定會有紫色的對象 不可以是空集合 但是在當代我們在處理集合的問題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已經很習慣空集合了 所以我們會覺得空集合沒有什麼奇怪的 我隨便舉個例子給同學聽 你可以想想看 假設我告訴你說 所有三百歲以上的人都是人類 你會不會贊同這句話為真 當然會嘛 對不對 這個超過一百歲都是人類的 更何況超過三百歲 當然是人類 可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辦法找到三百歲以上的人呢 其實找不到對不對 因為它其實是空集合 至少到目前為止找不到 當然童話故事不算啦 你不能夠說老師那個彭祖有八百歲 那個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 我講的是現實的 世界裡面其實沒有三百歲以上的人 可是其實它是空集合 我們還是會覺得這句話為真 所以我們當代比較容易接受空集合的觀點 但是在亞里斯多的那個時代 搞不好你跟他說 所有三百歲以上的人都是人類 他就跟你講說 這句話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找不到三百歲以上的人 這句話根本一點意義都沒有 好 那這個不允許空集合這個概念 我們其實就稱之為存在預設 通常我們會認為 我們的句子是有存在預設 通常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裡面通常就是會 這個預設有這個人對不對 對吧 好比說我舉個例子 假設有一個這個小明對不對 在學校呢 從學校這個哇哇大哭回來 哇哇大哭對不對 然後這個 家人就問他說小明小明你怎麼了 小明就說 我在學校被打 然後呢他到學校去的時候就說 那個 如果家人很氣憤對不對 帶著小明去找老師 老師老師那個小明被打 然後呢那個老師就站出來說 來同學們誰打小明 然後他就問 沒有人承認對不對 他就問小明說 小明你說 是誰打你 小明說沒有人打我 你不是說你被打嗎 對啊 那誰打你沒有人啊 各位一定會覺得這個很奇怪對不對 他一方面說他被打了 可是一方面又說沒有人打他 你就會覺得 我們講話都會有存在預設嘛 就是 如果小明哇哇大哭說我被打了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對 應該是有人打他 這個就是所謂的存在預設吧 我們會預設有一個東西打了他 所以 你如果告訴我說這個小明被打了 然後呢 打他的人是空機盒 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打他的人 我們就會覺得這個 這個理解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 這個就是所謂存在預設的意思 所以 這個其實會影響論證的有效性 所以 提醒各位同學注意 雖然在 這個亞里斯多德裡面 這是一個有效論證 但 在文式圖的解法裡面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換言之 文式圖是允許空集合的 這個做法 但在亞里斯多德那裡呢 是不允許空集合的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利用E 來跟 F 來做這個存在量詞的說明 好 E 是這樣 第一個前提是 MIP 表示什麼 M 跟 P 的交集有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在 M 跟 P 的交集中間畫一個 CLOSE 這個 CLOSE 我們會強烈建議各位畫在線上 為什麼 因為它是或的意思 因為它有兩個區塊對不對 那它是 上面這塊有東西 或著下面這塊有東西 並不是兩塊都有東西 不保證這件事 它只是或的意思 所以 不保證是上面那塊有 或者下面那塊有 第二個是 MAS 所有的 M 都是 S 所以 是 M 但不是 S 的地方沒有東西 所以 我們把 是 M 但不是 S 的地方畫掉 好 這時候我們可不可以證明 SIP 我們可不可以證明 一定有東西 落在 S 跟 P 的交集裡面呢 其實是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各位看 剛剛我們在畫 XX 的時候 我們之後是畫在線上 所以表示上面這塊 或者下面這塊有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可是底下這塊已經畫掉了 表示這個 XX 一定落在哪裡 沒錯 一定落在上面那塊 那上面那塊呢 剛好就是落在 S 跟 P 的交集裡面 既然我可以保證 S 跟 P 的交集裡面有東西 那 SIP 顯然就成立了 那顯然是一個有效論證 接下來是我們的 F 第一個是 M 1 P M 1 P 就是所有的 M 都不是 P 表示 M 跟 P 會沒有交集 那 M 跟 P 沒有交集呢 基本上就是 M 跟 P 的交集 我們要把它畫掉 好 第二個是什麼 SOM 有些 S 不是 M 好 同樣的 我要建議各位呢 把它畫在線上 表示說 有些 S 不是 M 但是它會落在哪一塊 不知道 結論是 SIP 表示 S 跟 P 的交集要的東西 可是這個 CLOSE 一定會落在底下這塊嗎 不一定 它也許會落在上面這塊 對吧 所以這個並不保證 S 跟 P 的交集有東西 很顯然它就是一個什麼論證呢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最後呢我們有一個思考的題目 就是讓各位同學想想看 剛好我們提到了這個 亞里斯多德跟文士圖的解法 會不會一樣呢 當然不會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有一個很明顯的立題 D 你就會發現這個觀點不一樣 那差別在哪裡呢 提醒各位同學 這個差別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 存在預設 existential import 存在預設意思就是說 我們會去問 在這個系統的設定裡面 我們云不允許空集合的出現 很顯然在亞里斯多德的方法裡面 它是不允許空集合的 所以它是有存在預設的 也就是 每一個集合一定都有 指射的對象 那在文士圖的解法裡面呢 我們其實是允許空集合的 ok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些在亞里斯多德的方法裡面 是有效論證的 到了文士圖的解法裡面 它會變成 無效論證 那各位呢 可以多多的做練習 看看 這兩個的差異在哪裡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 第十單元的部分 作業單數題是寫三段論嘛 然後這個雙數題是寫這個 泛恩圖 也就是文士圖對不對 好 那就以第一題來看 我們第一題呢 它的題目是這樣 SOM PAM 結論是SOP 好 那我們要怎麼 要完成這個題目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呢 我們要去決定它是一個 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 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先去決定 每一個詞的周延的情況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歐語句的話 我們上次談過歐語句的話呢 一定是 有些S不是M 對不對 好 那既然有些S不是M呢 表示前面是不周延 我們就在 右向上畫一個XX 好 然後呢 不是是否定句 所以數值是周延 我們就畫個圈圈 OK 好 那接下來這是PAM 表示什麼 所有的P 都是M 所有的P 都是M 表示 這裡是周延的 對不對 所有 好 那數值呢 因為是肯定句 都是M 所以這個是不周延 好 那接下來這個SOP 是跟這個O 語句是一樣 對不對 好 所以它是 主詞是不周延的 而數值是周延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檢查一下 就是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首先先看結論呢 它是什麼句呢 我們的A 跟I 語句 I A 跟I 句型是肯定句 E 跟O 句型是否定句 所以這個O 是否定句 對吧 好 那前提呢 剛好是一個肯定一個否定 所以第一個 這個要求通過了 好 第二個要求是什麼 第二個要求是 在結論周延的語詞 P 在這裡是圈圈 表示它在結論是周延的語詞 在前提也周延 所以它第二步也通過了 好 第三步是什麼呢 好 第三步呢 是中詞至少要周延一次 好 所以這兩個呢 至少有一個圈 要有一個是周延的 所以這個M 這個中詞是周延的情況 所以它三個步驟都通過呢 所以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好 所以你檢查完之後 你就寫說 OK 它的答案呢 就是 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好 或者你寫說它是一個Valid Argument 也可以 OK 就是你看 你喜歡寫哪一個都可以 有些喜歡寫這個 中文 有些喜歡寫英文 都可以 好 這個就表示我們做完了 這樣的一個題目 這是用雅里斯多的方法做的 好 OK 那接下來 我們再來做第二題好了 MIP 然後 SOP 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那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要用文式圖來表示 第二題我們是要畫文式圖對不對 好 那畫文式圖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先畫 OK 那各位在期末考的時候請注意 這個 在標示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各位呢 因為 為了預防這個各位 有些很多人圖形會不太一樣 這個 看起來會有點怕把各位看錯了 所以呢 我們希望各位呢 在最上面這個呢 都寫 小詞 就是 S 好 這個左邊這個詞呢是 M 就是中詞 然後右邊這個呢是大詞P 請 依照這樣的方式來畫 這個文式圖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一個 S1M 這個圖 S1M 的話表示 所有的 S 都不是 M 對吧 那所有的 S 都不是 M 什麼意思呢 表示 S 跟 M 是沒有交集的 按照文式圖的想法 S M 跟 M 沒有交集 所以我們在這裡會把它畫掉 畫斜線 把它畫掉 OK 這個是表示 所有的 S 都不是 M 好 接下來是 M I P M I P 表示什麼 就是有些 M 是 P 那表示 M 跟 P 的交集有東西 好 那 M 跟 P 的交集有東西呢 我們上次已經說過了 我們要怎麼樣畫這個圖呢 我們其實會建議各位把這個 Close 畫在哪裡 畫在這個線上 我們建議各位同學把 Close 畫在這個線上 畫在這個線上表示說 它有可能是這個 也有可能在這裡 好 那當然在這題裡面來講呢 我們會發現 它其實這裡已經被畫掉了 所以這個 Close 會落在哪裡呢 這個東西一定會落在這塊裡面 對吧 所以可能會有些同學想要把它畫在這塊裡面 這個也是可以的 這個其實各位不用擔心 我們助教都知道 你畫在這裡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如果在期末考的時候 你畫在這個線上也可以 畫在這裡也可以 那這個我們都允許你這樣畫 因為這個已經被畫掉了 所以我畫在這裡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那接下來是 SOP 對不對 那 SOP 表示在哪裡要有一個 這個 Close 出現要有東西呢 有些 S 不是 P 所以這個應該要出現在這裡 我現在畫了這個範圍裡面 在這個範圍裡面應該要有 Close 出現 可惜沒有 對不對 在這裡各位很明顯看到它沒有 Close 出現 所以因此它是一個什麼論證呢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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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畫完圖之後 你就可以告訴我們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所以希望各位如果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你要舉個反例出來對不對 那在舉反例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希望各位做的是說 我們要舉一個 前提是明顯為真 結論明顯為假的反例 那各位就看看 如果是這個題目的話呢 那你會舉什麼樣的反例 各位可以去 試試看 就是讓它 前提明顯為真 結論明顯為假 好 那接下來 我再來說說第九題 好不好 SOM PEM SOP 好 這個我們是要用 雅里斯奧的三段論來做 所以第一個這個是 O 語句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是 有些 S 不是 M 對吧 所以它是 前面是不周延的 後面是周延的 那這個是所有的 P 都是 M 所以這個呢 兩個都是周延的對不對 所有的都不是 所有都不是 所以兩個都是周延的 好 那這個是 O 語句 同樣的它是 這個主詞不周延 而述詞是周延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它的第一步 各位可以看到 結論是否定句 前提都是否定句 所以它第一步就沒有通過了 所以 接下來其實你就可以不用檢查了 因為 它連第一個都沒有通過 它就一定是一個什麼論證呢 好 它就一定是一個 無效論證對不對 好 那你若寫完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當然 各位要記得 要去舉反例 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它的反例呢 我要怎麼舉呢 我要去找一個 前提明顯為真 然後呢 結論明顯為假的反例 這我們在上課的時候都跟各位說過 怎麼去找出這個 反例出來 各位要去做練習 好不好 好 那如果各位對你所舉出來的反例會有疑問的 你可以跟這個助教討論一下 沒有關係 助教都會告訴你 怎麼樣的反例是OK的 什麼樣的反例是不OK的 因為 其實這個你隨便寫都是反例 但是呢 我們希望你能找到的反例是比較 可以說服別人的 所以呢 我希望各位去找反例就是前提明顯為真 跟結論明顯為假的反例 OK 好 那最後呢 我要來談談第七題 第七題是比較特別的題目 MES PAM SOP 好 如果各位呢 用亞里斯座的方法來做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都是周延的 對吧 好 那這個是主詞周延 述詞不周延 對不對 好 這個是主詞不周延 述詞周延 好 所以你看 如果你用亞里斯座的方法來看的話 它是什麼 它是 結論是否定句 前提一個肯定一個否定 所以是通過的 第二個是 結論是述詞P是周延的 這是周延的 然後前提P也是周延的 所以這個也通過了 好 那麼 兩個中詞 有一個是周延的 所以它也通過了 好 所以 按照亞里斯多德的這個簡易的判斷法 可以發現 這個是一個有效論證 OK 這是一個有效論證 OK 這是一個有效論證 OK 這是一個有效論證 好 所以它是一個 VariLogum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不過 各位如果用這個文式圖來畫 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是長這樣子 我把它畫在旁邊比較讓你看一下 我把它畫在旁邊比較讓你看一下 如果你用文式圖來畫的話呢 我們如果三個 S M P 對不對 我們有三個這個集合 好 那 M 1 S 表示什麼 就是所有的 M 都不是 S 表示 M 跟 S 是沒有交集的 好 所以沒有交集的意思是 它交集的地方是要畫掉 表示沒有東西 對不對 就是 M 跟 S 的交集要畫掉 表示沒有東西 好 再來 P M P M 表示什麼 所有的 P 都是 M 既然所有的 P 都是 M 表示 是 P 但不是 M 的部分會沒有東西 好 所以是 P 但不是 M 的地方沒有東西 所以我們把它畫掉 OK 好 那結論是 SO P SOP 什麼意思 SOP 表示說 是 S 但不是 P 就是我現在畫的這個範圍 要有 close 出現 對不對 就是它要有一個 close 出現 表示說 這裡面有東西 可是我們可以很明顯發現 這裡面沒有 這個 xx 就是沒有 close 出現 就是沒有那個 xx 出現 那沒有 xx 出現 表示什麼 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東西 對不對 所以呢 按照文式圖的這個做法 這個會變成是一個什麼論證呢 這會變成是一個無效論證 如果你用文式圖的檢驗方法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invalued argument 那這個問題出現在哪裡 這個問題我們之前有解釋過 為什麼它會變成一個無效論證 是因為 我不確定 S 是一個空集合 對不對 所以這個跟什麼有關呢 這個跟我們的存在預設有關 就是我們的 existential import 這個叫存在預設 我們存在預設就是 我們每當講一個詞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預設 我講這個詞的指稱對象 一定有它的指色對象 就是它不會是一個空集合 如果有 那我們就說它是有存在預設的 如果沒有 我們就說它是沒有存在預設的 我們會用這樣的方式來說明 所以呢 就第七題來講你會發現 它用這個簡易判斷法 跟用這個文式圖 它會出現像這樣子 一個是有效論證 一個是無效論證的情況 來給各位做比較 好 所以這個是第八單元的 這個作業的部分 OK 那我們下次如果有作業的話呢 我會再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的作業要怎麼做 好 謝謝 我會看看 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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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作業 好 我們說 妳說 沒問題 我們說 得不到 我們說 有機器 投票 不想 我們說 我們說